和失友合租這個200呎單位的孫先生 本身因為疫情 過了年還在安徽的老家 未回來北京 最近突然趕回來 是因為他失友 傳來一條業主上門逼遷的片段 疫情當下 為何無端端趕人走 原來包租婆說 已經一個月收不到租 突然收到中介蛋殼公寓的通知 要求他在疫情期間 減免一個月的租金 他不肯於是上門趕人 但是孫先生強調 他一直交足租給中介 疫情期間中介一元租都沒有減過 只是提供一些服務兌換券 孫先生他找過蛋殼公寓 對方只是叫他安心繼續住 他同時建議業主去起訴蛋殼 不要再來騷擾他們 貼了一張紙 他還特意在門口貼了告示 說自己不舒服 讓業主不敢再接近 不出此下策 是因為這段時間 根本想搬都搬不到 應該不一定能看到房子 很多的小區它都封閉了 不給勁了 所以說我覺得難度很大 如果在外面搬房子 我們就是如果有什麼樣的 傳染疾病的一個危險的話 是吧 你說讓誰來承擔呢 孫先生的案例 在全國只是冰山一角 在上海、杭州、深圳等等的大城市 都有人在微信組成一些維權群組 投訴蛋殼公寓 我們加入的幾個群組裡面 共有幾百個租客和業主 租客就說蛋殼欺騙他們 聲稱業主想收樓 要他們換租和退租 但是業主就說沒有收樓 反而投訴收不到租 不過蛋殼公寓強調 資金鏈沒有斷裂 只是希望業主共渡時間 有聲稱是因為要為租客提供補貼 所以不能正常支付房東租金 強調沒有獲得任何額外收益